大家好,我是赛夫普拉基导师刘贝贝 上期我们针对了我们身体灵活性的训练 还有我们腿部柔韧性的训练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动作叫做四肢游泳 前几期我们主要针对了臀部、骨盆 还有身体灵活性以及腿部的柔韧性的训练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针对是可以训练到 锻炼到我们的腹部还有臀部 同时也可以加强我们身体控制能力的一种训练 结合前几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好,下面由刘超老师为大家做动作示范 首先我们在四足支撑的中立位上 四肢垂直于地面 然后我们的一个枕骨、胸椎还有我们的底骨在一条直线上 然后吸气准备 好,呼气伸出我们的左手臂 然后右腿伸直向后 伸直的时候我们的躯干保持稳定 腹部要收紧 好,呼气慢慢地收回来 好,再次吸气准备 腹部收紧 伸出我们的右手臂 左腿 好 慢慢地收 好,再来一次啊 吸气准备 好,呼气伸出我们的左手臂 右腿伸出去以后呢 躯干保持稳定 四肢 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腿呢 要始终做延长 好,吸气 呼 收 身体保持稳定 好,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动作加一个难度 吸气准备 好,腹部收紧 把我们的左手臂 右腿伸直 好,保持躯干保持一个稳定 手呢 和我们的腿呢 做一个上下的一个摆动 好,走 一 好,起 二 起 三 收 好,慢慢地还原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刚才的基础之上呢 再做一个变化 我们刚刚是做一个上下的摆动 然后呢 现在我们做一个左右的摆动 好 我们先是从中立位上 然后呢 来吸气准备 好 呼气伸出我们的左手臂 和我们的右腿伸直 然后呢 我们做左右的摆动 好 一 好 收 二 收 好 做的时候呢 我们的躯干呢 始终要保持稳定 好 慢慢地还原 好 再次吸气准备 腹部收紧 伸出我们的右手臂 和我们的左腿 伸出去的手呢 和腿呢 始终要做延长 腹部要收紧 躯干保持稳定 好 左右的摆动 一 好 收 二 收 三 收 好 慢慢地还原 我们 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呢 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 我们的双 双脚 要贴着地面 不能勾脚尖 对 脚背贴到地面 要我们的脚背贴到地面上 然后呢 我们的大腿 是要垂直于地面 不能出现什么呢 向后或者是向前 OK 大腿呢垂直于地面 然后呢 我们的腰呢 不能塌腰 对 然后呢 不能塌腰 要抬起来 我们的手臂呢 要垂直于地面 也是一样 不能超过肩 不能高于肩 然后呢 也不能低于肩 好 垂直于地面 手呢 在我们肩关节的一个正下方 好 我们的整骨 不能塌下去 对 始终呢 是与我们的胸椎 还有我们的底骨呢 在一条直线 下额呢 与锁骨呢 始终是保持一拳的距离 我们自己守的一拳的距离 好 这是我们的中立位的一个基本姿势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好 吸气准备 好 呼气呢 腹部收紧 抬起我们的左手和右腿 好 抬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腰呢 不能出现 踏腰 对 好 收紧 还有我们的腿 始终是向外呢 做延长 手臂和腿 做延长 不能弯 对 手臂也不能弯 好 要做延长 好 好 慢慢的收 然后我们第二个动作和第三个动作左右上下的摆动呢 好 慢慢的来把我们的左手臂右腿伸直 好 上下摆动的时候呢 我们一样不能出现什么呢 身体不能出现踏腰 好 慢慢的向下 好 向上 对 向上的时候呢 腰不能塌 好 腹部要收紧 然后呢 我们的头呢 不能低头 不能低头 与我们的锁骨呢 要保持一拳的距离 好 慢慢的还原 伸出我们的右手臂 好 伸出我们的右手臂和左腿 好 我们在做左右摆动的时候呢 身体呢要保持稳定 不能出现的左右的一个偏移 好 现在我们来向左向右摆动 好 摆动的时候呢 我们的肩和我们的手臂呢 不能出现什么呢 对 不能出现一些前 后 不能出现前后的一些晃动 好 慢慢的还原 好 我们今天的训练动作呢 每个动作呢 可以做十次 然后呢 做三到五组 每天坚持半个小时 到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坚持半个月 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 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然后呢 我们下期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脊柱的 柔韧性的训练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 敬请关注 赛普健身学院